美国通胀达到40年来的最高水平 小型企业和客户首当其冲 下面是我们的记者科新司机 在纽约市的报导 很少有地方能够和纽约市的食物多样性比较 几乎每个角落都有餐馆和街头零食 全球通货膨胀已经引发了世界上最昂贵的城市之一的食品价格飞涨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2021年粮食价格上升超过10% 通货膨胀达到40年来的最高水平 纽约市的零售商 例如El Toro Rojo美食车也需要价格 我们很紧张因为我们不想失去我们的贵客 在我们的过去五年之后 我们必须做三次 从2021年10月到2022年6月 El Toro Rojo将墨西哥卷饼的价格提高了1美元50美分 总计是13.5美元 而且价格可能会上升得更多 每一种贵物你买到每一种品货品 那你买到每一种品货品 都要乘到每一种航班、船车、车 它们并不幻聚在一厨房间 去年用于运输货物的茶油价格上升了66% 这是不是拜登的货币 这是不是普通货币 这是真正是一般的疫情货币 阿雷普薩說自從疫情以來他的街頭小食業務總體下跌了15% 而工資、稅收和物價都在上升 他透過減少份量、減少儲存量 為大型活動提供餐飲服務降低成本 以及專家說全球範圍內的新冠疫情封鎖擾亂了工需 俄乎戰爭導致影響這類企業的問題 2022年8月16日 拜登總統簽署了2022降低通脹法案 降低主方藥、醫療、保健和能源成本 但賓夕法利亞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 在5年內的年通脹只會降低0.1% 有專家建議 隨著高級餐廳內的價格上漲 例如El Toro Rojo這類零售商可能會受益 因為顧客會選擇快餐 這是街頭食品供應商所歡迎的變化 記者新科司機劉若報道 全球人口激增隨之而來的就是對家禽和海鮮的需求 有公司提供實驗室培育的肉類產品 下面的記者塔博有報道 這條完美的三文魚可能來自野外或者養魚場 但它是從少量三文魚細胞當中培養出來的 並在加州北部Wild Type總部的實驗室培養 目標是補充在需求上升的情況下迅速下跌的現有三文魚供應 同時在附近的Upside Foods公司正在對這些由雞細胞培養的雞塊進行口味測試 他們看來顯然在味道上就好像一般雞肉 哇!那是雞肉 這是真正的肉 那是由雞細胞培養 所以你不需要養生或養生 但你仍然可以養生的肉 我們都喜歡 隨著人口激增 對肉類和海鮮的需求增加 亦正在影響滑景 整體的土壤的影響 土壤的影響 土壤的影響 土壤的營養 並非每年都要養生的肉 每年都要養生 所以我們很興奮 除了實驗室生產的食物外 部分公司還正在創造基於植物的替代品 用於傳統食物 姓馬丁是加州大學 帕阿萊芬校 替代肉類實驗室的負責人 他說將基於細胞的產品推向市場 可能在短期內 不太現實 替代肉類公司承認他們的概念 仍然正在進行當中 雖然進展緩慢 但是有朝一日 將改變世界的飲食方式 記者塔博報導 多謝沙體美國專訊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請多謝沙體